下跌176点是要一起溜吗? 要听看听哦 10万订阅谢谢你们 未来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积节 是我是婉伦 欢迎华信投资投资长许江振许博士好 主持人好 今天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今天看到了台股下跌176点 是要一起溜吗? 说是有选举牛肉真的有吗? 哎呀选举还有三四个月嘛 先看看今天的状况 你看这个是桌线 桌线上个礼拜 这个你看都是联系两个黑黑棒 上个礼拜跌最凶 本来这个礼拜后来礼拜有反弹 昨天又涨上来今天又跌了176点 感觉好像是你说的一起溜 不过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你看日线 日线你看今天这个跌 可能收盘也算是近期的新低 是收盘新低 不是盘中最低点 盘中最低点是上个礼拜四的16202点 今天收在16276点 还有70点 那个明天就是来测试底部 回来测试这是正常的 因为底部通常要经过测试以后才能够确立 所以回档来测试这个是要健康的来面对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应该要回来测试这是正常 只是说到底测试的时候底部撑得住撑不住 这才是明天关盘的重点 要关键的指标 我刚刚讲说上个礼拜 我们整个9月的周线上个礼拜跌对凶跌了576点 那正向来看就是大家看一下 螢幕上那个量有缩小 前一个礼拜涨了345点 量还是增加 所以量有一点这个背离的现象 背离是对于指跌有帮助 不过这个还都只是短期现象 我们要再继续看下去 上个礼拜不是只有我们跌 各国股市都在跌 包括美国纳斯达克会办法国 德国日本亚洲日本跟韩国也都跌 所以上个礼拜都反映 联准会的升息因素 那整个五六七三个月是涨 八月是跌 现在九月也好 也不太妙 不太流管 现在目前累积起来又是小跌 那希望后面两天能够 如你主持人讲的 既底作帐把它做上来 说个好看一点 因为法人手上很多持股 他的股票总是要做上来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那看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可以看出什么呢 贵买指数昨天还比较强一点 这个跟大盘一样 也现在今天也收黑了 那你看各这个日线图人 你看也是收黑 不过它还是比大盘稍微强一点点 那我们刚刚说今天大盘跌了176点 但是乘雕量有稍微增加了 就是2300多亿 对比昨天多了 这个量一直是个关键 我最近就一直在讲 如果在反弹的时候没有量 这不利于反弹 那如果是底部是量缩那是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一直量缩 那量缩的时候底部最好是在 是个盘底不会跌 不是跌在量缩 而是个盘底的状态 这个是对量 这个是对量 对大盘才是有利 好那我们看到最近 你刚刚讲说选举行情 那美国跟台湾都会面临 明年都会面临选举 对 那通常这个选举行情 如果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 那人民生活觉得很快乐 那这个生活很高 现在股市也热络 这个时候就会把选票 反映在这个心情上 把心情的反映在选票上 选票上就会对执政党有利 所以我们反向来思考 对执政党来说 他如果把经济做得好一点 那这个股市又是稳健 持稳 那人民生活又觉得很安心安定 这个时候选票就会反映在 执政党上 对执政党对是有利 所以通常在这种选举的时候 执政党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台湾跟美国都有这样的现象 那现在像政府说 第四季要释出一些 操盘的基金 像劳动基金就有720亿 以及第四季要释出股市 那退伍基金还有1000多亿 还没有用到 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有1800亿 在第四季会有这个资金进来 政府积极作夺 对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要这样做 那过去政府在户盘的时候 就有这些大型全职股 都锁定在这些大型全职股 这都是参考 因为不是每一次都一样 为什么因为还要看个股的基本面 那另外也很喜欢买银行股 为什么因为银行股一直都很稳 要倒也不容易 现在法令都非常周延 那像过去像大型全职股 像台积电广达 这个都是几次护盘来了都会有的共识 像刚刚的这些股 也都是基本上也都是 大型全职股也都是目标之一 那当然重点是说这些股票 重点是在价值投资 我们在价值投资 股票股价超跌的时候 他们才会进去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 这个公司要业绩支撑 业绩支撑才能反映出它的价值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最近 最近涨的 哪些要注意的股 这比较凶像这一档 就是散热的见准 用法人超近 是啊 但是你看它现在是跌了很多个礼拜以后下来 那是不是反弹而已 这要注意有是反弹还是回升 你看它的日线 你看它碰到月线就下来了 碰到今天碰到月线就下来了 这个是见准 那见准也在AI的布局 那像齐宏 齐宏也是AI的散热 但是你看它也是不是一个反弹而已 你看它碰到 一样碰到月线的时候就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介入呢 就要多观察 所以这个整理期的还没结束 大家要慎选这个 投资的时候要慎选成长股 那注意就是未来第四季 以及明年的选举行情 所以也不要去杀低 那这个影片请你按赞分享出去 开启小铃铛 我会在博士爸爸选拗Guru的LINE Egg 继续追踪 谢谢许博士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了 是LINE Egg Telegram 财经年事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